好,来看一下啊 这个DHCP是个啥呢 它叫这个DHCP服务器啊 DHCP这个服务器 它是干嘛的呢 大家想想啊 现在呢有一个路由器啊 有一个路由器 路由啊,路由器啊 那现在呢我有很多个电脑啊 很多个设备 这是网络基础的东西啊 大家可能都忘完了是不是 如果你不知道也不影响编码啊 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需要跟大家讲讲啊 要了解的,明白不 那我现在有这么多个电脑 来,大家看,走你连上它 走你连上它 走你连上它 走你连上它是不是 好,我们都连上这个电脑了啊 这个路由器的地址呢 比方说是192.168.0.0.0 点31吧 点31.1看到没有 这是路由器的IP地址 它的资网研码呢 也说了255.25255.2255.0 好,接下来自网研码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啊 所有啊 所有的这个电脑啊 你肯定都要怎么办呢 所有的电脑都要连上这个路由器 而且呢 你的地址啊 还必须得跟它在一个网段 你说你叫什么呀 你叫这个182.1 这个,这个多少呢 你随便写啊 187.这个多少呢 92.这个8 你俩都不在网络啊 如果你这样写 瞎写的话 你为我问一下大家 你能上网吗 这个地方啊 肯定是不能够上网的 肯定是不能够上网的 你们都不在一个网段 咋上网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必须要保证什么呢 保证啊 你这个IP地址得怎么样呢 跟跟它啊 在一个网段 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呢 我们大家的IP地址啊 要在一个网段 才能够怎么样呢 才能够通信 也就是说我这个地址 必须得是192.168点多少呢 点31点多少 是不是 31点10 只要在一个网段 我们就能够通信了啊 我现在这个电脑 才能够访问到路由器 才能够通过路由器啊 上我们这个外网 上到这个互联网 明白不 就有这么一个要求啊 这是这个要求 好 那现在我怎么样保证 这个地址 跟我们在一块地 在一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个DHCP啊 DHCP啊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 用来这个 用来 用 用来这个分配什么呀 分配啊 分配这个 分配这个IP地址的啊 它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自动啊 分配IP地址 就是我只要找到了DHCP 然后呢 它这个东西啊 它里边会有一个管理的东西 帮你分配一个IP地址 你只要连上网楼 就帮你分配一个 那我们这个DHCP找的是谁呢 我们看看啊 它这里边说 是我一启用DHCP 好像说启用了 是不是啊 那你看啊 DHCP服务器是谁 就是我的路由器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我一旦连上路由器了之后 我就会管这个路由器 说这个 哎 路由器啊 你给我一个IP地址 因为我的DHCP 找的就是我的路由器 没有啊 他会找 那找到怎么办呢 说这个DHCP 我连上你了 就管你 就管DHCP要个IP地址 那路由器给你分配的IP地址 肯定是在 它这个网段内的 没有啊 这个区间可以调到啊 我跟大家看一个啊 我这个 19231.1 可以自己设置的啊 在你的路由器里边 你可以自己设置 我一连上来 就找 就找DHCP 就找我这个 就找我的这个 找我的这个小米路由器 是不是 我的小米路由器啊 有点慢啊 好 那你看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高级设置啊 在这 嗯 应该有一个 大家看 DHCP静态这个IP地址 看到没有啊 分配看到这个了吗 我这里边有啊 我这个地方呢 可以绑定啊 可以绑定 但它这个 在哪来着 可以绑定 比方说 比方说啊 我就 我就规定什么呢 这个电脑啊 这个电脑 它的IP地址就是实 它不在 不在 不在这个 不在动态的分配了 没有啊 可以规定它啊 但这个地方呢 应该也可以配置下 这个静态服务器池啊 然后呢 这个其他里边 能不能配置啊 这个没有啊 好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路由器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但我不知道在哪啊 这个地方呢 你你可以分配 你怎么说呢 你说 哎 我要求啊 这个DHCP 这个地址池 是从几呢 从那个192.168.1点 多少点100 到多少呢 到这个192.168.1点 多少呢 到200啊 那大家看啊 现在呢 如果我这样规定了之后啊 现在如果有电脑插上去之后啊 这个IP地址就是19 不是一样 应该是31哈 你写的1的话 你就不给 不给自己一个网站了 这有问题的啊 点31.100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呢 多少呢 是31.200 那现在呢 你拿到的IP地址啊 你一个电脑插上来之后呢 你就你就会动态的啊 在这里边分配一个IP地址 哎 动态的分配一个 可不可以关了自己写呢 可以的啊 可以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 叫属性 看到没有 属性的话呢 你要自己写的话 很麻烦啊 你看这个地方写的是 现在用的是自动获取 看到没有 用的自动获取啊 然后可以这个手动的改一下 我就不改了 改的时候呢 你要改什么东西呢 改所有的东西 你要改这个 这个IP地址要改 直网压码也要改 IP地址 你可能改成192点 这个168点多少啊 168点这个31点多少 31点这个X啊 这个值的话 自己写的话会有点问题啊 自己写可能会有啥问题呢 你写的有可能冲突 你比方说你用的几 用的是20是不是 如果现在啊 你们这个局域网里边 有人用了20 你再用20的话 会有IP地址的冲突没有 你跟别人一个IP了 会有问题 直网压码要写好 255.255.0 看到没有 好 默认网关的话呢 这个默认网关啊 也得写 默认网关的一般都是192点 这个168点多少呢 168点这个31点几呢 31点1 就是你的这个 其实一般都找到同一个人啊 我们看看啊 我不改了 我改的话呢 大家这个网就看不到了 网会断掉啊 你看我们这里边啊 默认网关也有一个 是192点168点31点1 这个默认网关是啥犯人呢 默认网关啊 大家看他是干啥事的呢 就是我现在啊 这不有个192点168点31点1吗 我现在呢 如果要访问一个东西 访问谁呢 大家注意我们说过啊 在一个局域网内 我能够访问 你看啊 我这个192点168点31点1 我是不是直接通过这个访问 直接就访问到路由器了呀 但是如果我访问的东西啊 不在啊 不在哪呢 不在我这个局域网范围内 你比方说我访问谁呢 来我跟他说一下啊 上网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商法啊 叫pin这个百度 停掉啊 你看啊 我现在呢 又访问了一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你看 叫182.61.200.6 看到没有 走你 我访问大家看啊 这个也是百度 看到没有 也到百度了 你看这个IP地址啊 明显怎么样啊 跟我们不在一个网段 是不是 不在一个网段 那这个是怎么办呢 就是如果啊 访问的这个资源 我们我们处理不了 在在局域网内找不到的话 就是这个默认网关是什么呢 默认网关就是说 当我服务 当我这个客户端啊 有一个访问了一个请求 然后这个处理不了的时候 找谁明白不 这一般都找谁啊 还是找路由器明白吧 还是找这个路由器 还是会把这个消息交给路由器 让路由器来做 明白不 还是交给路由器啊 让路由器来做这个事 所以默认网关呢 一般也是为路由器 明白吧 好 这是一个啊 上网啊 除了通过这个 刚才我们写的 除了你这样写啊 3w点这个百度点看嘛 这样写完之外呢 还可以怎么办呢 还可以按刚才那种写法 也可以访问 这个我们下午再说啊 好 这是一个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大家刚才有人问的啊 这个DNS是个啥玩意儿呢 DNS呢叫域名解析服务器啊 DNS啊 DNS叫域名服务 明白不 这是啥呢 一个一个东西 一个叫域名啊 一个叫域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啊 大家知道什么叫上网吗 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上网 很简单 那个我们看百度 3w点百度点看嘛 上网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电脑 这是我自己的电脑 是不是 然后呢 往哪拿呢 这一个 这又有一个电脑啊 这是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然后呢 这是什么呀 百度的服务器 它也是个电脑 明白不 上网的作用就是我给他发一个消息说 百度啊 我要看一下你里边的东西 然后百度干什么事呢 把东西返回给你 这样一来一回就是一个上网的过程 那现在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在网络里边啊 在网络里 在网络里怎么样子 查找这个查找电脑吧 主机 查到主机都通过什么呢 都是这个通过这个IP地址 查找的这个主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想访问百度的服务器 怎么样访问他的呢 其实就是找到百度的这个电脑 怎么样找到他呢 通过IP地址找的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百度的这个服务器IP地址是182.61.200.6 是不是 他的IP地址很多啊 不止这一个 有很多 有很多啊 他有很多个电脑 很多个主机啊 IP地址都不一样 好 那你看啊 现在我们找的时候找到的这个电脑 也就是我们真正啊 访问的时候 其实访问的是这个地址 在我们真正上网的时候啊 其实是找到网络上啊 有一个电脑 他的他的这个IP地址是这个 看到没有 就是找他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就找这个电脑啊 这个IP地址对应的有一个电脑 我们访问这个电脑 拿到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东西啊 他东西是啥呢 哎 我们从这个电脑里边拿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从这个电脑里边拿到了这一大堆东西啊 这一大堆东西 他不是乱码啊 他是这个HTML加CSS加GS这些东西 我们从这个电脑里边把这一大堆东西拿下来了 然后交给浏览器 浏览器呢 帮他解析成这个样子了 明白不 这个就是上网的过程 明白不 就是我跟这个百度的服务器 我说百度啊 我要看点东西 好百度说啊 我接收到了 那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给你完了之后呢 他给的就是这些东西 明白吧 给的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呢 给浏览器 浏览器呢 把它给读出来 解释出来 变成这样 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 这是他的一个过程啊 这是他上网的一个过程 好 那现在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说过啊 在网络里边呢 我们我们这个沟通的时候啊 都是通过IP地址找到这个电脑的 刚才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IP地址是这个是不是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们真正上上 这个上网的时候 是不会记这个IP地址的 是不是 这个IP地址你也记不住 是不是 什么182.61.200.6 是不是 记不住的没有 你记不住 今天记住了 可能明天睡一觉就忘记了 是不是 不好记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都怎么做的呀 我们都是记这个啊 3w.这个百度.com 是不是 记一个呢 比较这个响亮的一个 比较比较这个朗朗上口的一个东西啊 一个名号啊 百度.com 是不是 那你看一来的时候呢 他会做一件什么事呢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概念了 就是这个百度 就是你写的 3w.百度.com 这个名字 对应的IP地址是谁呢 对应的IP地址是这个地址啊 总会有一个人给你解释一下 是不是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说过啊 我们说这样玩的话 他只能够 识别IP地址 是不是 那这个里边就有一个人啊 把这个东西给他解释解释啊 怎么样解释的呢 解释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 有一个东西啊 我们记得叫玉名名啊 不 我们记得东西叫玉名 这个是我们写的 这个俗生的玉名啊 玉名呢 就是我们上网叫的这个名字啊 哎 怎么移不走了 好 这是我们那个玉名 然后呢 有一个IP地址啊 就有一个人专门帮你干什么事呢 把这个玉名和IP地址进行个解析 这个呢 就叫DNS 明白吧 他来干这个事 明白不 好 他来做的啊 专门用来解析这个IP地址的 嗯 啊 有人问哈 IP 这个百度成绩电脑 是不是24小时开机 那肯定的啊 服务器 7升24小时啊 而且我跟他讲 服务器就是全天啊 7升24小时 升365 不带歇的 明白不 而且这个服务器啊 住的比你都好 明白不 这个服务器住的房间啊 是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啊 而且住的很好啊 而且是恒温的啊 恒温 就是恒温恒湿啊 然后怎么样呢 还有这个 恒温恒湿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叫 嗯 呃 永不断电啊 有UPS啊 不断电 呃 可以啊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多来几台 换着 换着开也是可以的 大家玩游戏的时候 经常遇到过这种东西啊 说什么这个 停 停 停机这个更新 是不是 哎 我这个服务器要停机更新 是不是 那这个停的机制谁呢 就是服务器的这个 机 明白不 就是把服务器给停了 他可能要维护一下啊 工作太久了 可能会这个 有硬件的更新 或者是软件的更新 是吧 这个停机啊 这个什么 这个停服务器更新 这个停机服务 是不是啊 就这么这么一个东西啊 服务器确实是不带歇的啊 服务器也是一个电脑 只不过这个电脑呢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电脑啊 比我们现在见到的这种桌面级的电脑 要强大的多的多 多的多啊 他会放在一个 恒温恒湿啊 无菌的 反正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 比你住的都好啊 比你住的好多了啊 恒温恒湿 然后这个24小时 这个不间断电源啊 就是 这个就算断电了啊 他也能够立马有电源给他续上啊 有UPS 这个不间断电源都有的啊 都很好的 这个环境很好 然后一般情况下的这个服务器啊 大家知道之前我们说的那个 微萌的那个 微萌的那个是不是啊 微萌的那个叫什么 呃 导致这个数据有问题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 很多那个商家没法没法用了啊 那个微萌那个事儿 那个呢 其实就是服务器遭到破坏了 没有不 服务器里边的数据遭到破坏了啊 服务器 这里边 这里边数据遭到破坏了啊 花好几万是不是啊 你想的太美了啊 好几万 你再加个好几十万都有可能啊 好几百万都有的啊 这种电脑都是非常厉害的啊 这个DNS咋甜 这个DNS不用你管啊 这个DNS的话呢 它是 我们这里边的DNS找的谁呢 找的是192.168.31.1 就是找的是我这个谁呢 找的是我这个路由器 这个里边呢 DNS啊 它是有这个 一般的DNS都是交给谁呢 都是找这个运营商 他会找这个电信的这个DNS 就是这个东西啊 存在这个电信者面 存在电信这个服务器里边 电信里边呢 可能会有一个 有一个IP地址 指向这个 指向的是电信的一台电脑 它专门用什么呢 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专门来解析这个域名 明白吧 没有问题啊 这DNS不用甜啊 不要动它啊 不要动它 如果你这样 就不要动它啊 DNS如果真甜的话呢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 各种各种DNS是不是 DNS服务器是不是 还有很多啊 DNS这个有很多DNS 你可以你可以找啊 各种各种DNS 一般这个电信的 联通的什么 它都有这种 都有这种DNS啊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都都可以 我看我这个啊 DNS有啊 DNS啊 这是动态DNS 这个跟我这个 还不太一样啊 好 我就不看了啊 DNS的话呢 能够找啊 找这个 这个还是什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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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也是可以的啊 各种各样的DNS都有啊 但我这个里边 好像是看不到这个DNS 它这个地方没有显示啊 没有显示 这只显示了 我这个192.168.31.1 它就找到我这个服务器啊 找到我这个路由器 好 这是我们这个网络的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啊 概念性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都跟大家讲了一下啊 这个网络到底咋回事 怎么样上网的 好 把这个呢 跟大家提一下啊 谢谢大家